有一件事我不是很熟悉 但蓮登是爆發的 就是薇勒那件事 我不是很熟悉才聲明 我知不知道 但有一個新聞是真的 澳門警司發現女子自X 證實為薇勒傳染研工Gene Gene其實是跟那個肥仔聰 之前是拍過拖的 應該下了一個小朋友 而Gene是有抑鬱症的 他也有一個文章 他也截錄了 就是說要走了 內容我就不怎麼讀了 因為都很傷心 最主要說他自己也有抑鬱症 因為抑鬱症 然後就受不了網絡欺凌 還有他就想在公司上 繼續留在這裏做 但結果老闆又笑咎他 不知道是老闆還是那班員工笑咎他 令到他很難受 就是這樣 但你不讀原文就大家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叫你讀吧 希望不會影起大家的不安 我儘量可以說的話 對不起媽媽姐姐我和朋友 一起支持的人 支持我的人 可事之不正對我來事太難受了 基本上每天都在黑暗中沉淪 醒了就想吃藥 講緊睡覺 從不要小朋友之後開始 我就被這個病前上了 即是他呢 就不知道和那個阿聰呢 就是 有了寶寶 那阿聰就好像說 不想結婚的 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是兩個人都要丟 就是 有人在想 誰的責任呢 譬如是這件事 媽媽的責任還是爸爸的責任呢 其實你都說不到 這件事我都不太清楚 是吧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 沒有水晶球 如果你說 可以回到過去 他應該是生了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現在 因為他不生 下了 就令到他更加抑鬱 是吧 活著對我來說 是狼狽不陷 看得這個文章的你們 這次真的在 彩虹橋了事 預定 時間發文的 朋友問我為什麼 總是不是藥 每當問起有沒有事 我總回答沒事 他假裝沒事 其實內心很糾結 因為你們沒有見過我發病 哭到氣喘全身 振斗快要分隔去的感覺 初期知道有病的時候 我哭著救身邊的人 不要走 能不能抱著我 我快要暈過去了 他指示懶懶地丟下一句 你很恐怖 有病就吃藥 別像風子一樣 然後就丟下我 我一個人走了 自此之後 發病我都是一個人在房間哭 因為他這些抑鬱症 其實真的要吃藥 基本上是 因為他是不自主地控制不到的 其實是有得解釋的 為什麼他會哭 是Trauma Trauma Trauma 其實通常有很多種醫治方法 要是吃藥 慢慢舒緩 其實吃藥都是指標不自本 Trauma 其實是要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去做心理治療 但是你知道 這個世界哪有一個心理醫生 慢慢治療你 很多時候人都要靠自己自救 我有一筆照片 太大家看見者摩失太的我 連當時最親近的人都受不了 所以我決定在無數個 撐不下去的客人 自己一個人面對哭泣 最後在此澄清 我從沒有搶過任何人的工作 那時候老闆叫著我留下來也是真的 你們覺得好笑 好好玩的Story 讓我承受了他都Haters的攻擊 我搞清楚 因為他 他老闆又想留他在那裡 他又沒有搶過人的工作 他老闆留他 其實我沒有很清楚 然後我不明白那些Haters 我稍後會說一下Haters的問題 雖然只是網上的說話 但是卻令我 令到我人生 這麼難走下去 他說他有時候你們只是覺得好玩 就打一句說話出來 但你不知道有時候有些說話 是我是駱駝的最後一斤稻草 我只是實話說了當時的情況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要這樣真的好笑嗎 身為一個Channel的老闆要滅聲 就是打過來說在想劇本和 和歌威脅我讓轉移大眾的風向 這就是有初心的夢想的平台 要做的事嗎 他控訴他老闆的 其實他老闆是滅聲的 因為 我也不知道當中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自己覺得 就算人 你怎樣抑鬱都不要走這條路 但是這個世界上是 根據我的觀察看新聞 有沒有抑鬱 有人都會選擇這條路 那就最好不要 也不要想這件事 人生還有很多方法去解決 我首先不主張他去做這件事 接著他說 一些網絡欺凌 這些其實老闆要自己處理 要平衡能量 因為在網絡上 例如社交媒體 其實是會有Fans 有Haters 兩邊都有 尤其是你微辣 你這麼大個台 然後那個肥仔聰 出了一些單的事情 會更加多Haters 他要平衡 他要平衡 有些Haters 有時候是拼請 譬如本台 有一群Haters 那群Haters是拼請的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因為我已經找到 有機會是跟國安有關的 所以大家風聲好緊 大家各視小心 你不知道那群Haters是怎樣的 有些人很重視那群Haters的言論 人家是出糧打字都不出奇 我不知道 攻擊這個女孩 或者攻擊誰都好 三姑六婆 當然 我覺得當事人 其實是一個洛仔的案 是一個洛仔的案子 兼且是 如果眾官來說 現在Jins的案子 是洛仔加網絡欺凌 其實是兩件事 兩件事 一起去 令到他走這條路 都是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人有意志 很多時候 人就是這樣 都市就是這樣 你在澳門 澳門 澳門 物資充足的社會 你是很容易 會覺得 小小 我覺得不算是一個人生很大的問題 很少問題 然後就會想到很大 因為他那些人就是這樣 因為只是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是叫做完美主義者的機制 這個是 基本上我們正常人 未必了解 就是這樣 他有一個形象 他覺得要完美 就是他有一個完美的形象 在腦海裡 我要完美 但是 這個世界已經不是完美了 他已經不是完美了 然後 然後 可能又被世界誤解了 那些網絡欺凌 又被人誤解了 導致一個螺旋 然後他要做這件事 要澄清自己 其實是 一個這樣的邏輯 我覺得當然是不好 不要這樣做 我只能夠說 現在微辣 變成一個公關大災難 那些人說要退訂 微辣 那邊的老闆 要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清楚 他們裏面很多的故事 多到爆炸 有些Youtuber 據說有一個叫什麼叉雞 轉收集資料去做 那我就不會看 因為微辣 好像是澳門的一個台 早期都蠻紅 然後請了一堆 不知道是什麼藝人回來 這件衣服 外表也很熟 但我不太具印象 就是這樣 他自己的前男朋友 阿聰 都好像結婚了 所以矛頭也會直指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都要負負責任 整件事 好了 至於這些事情 都發生了 我們倒過來想 年男人現在正在追究責任 逃成這樣 要拆了微辣 不知道 這些他台的故事 但我自己這樣看 怎樣可以阻止這事情發生 因為本身只是難搞的 我本身是 是很 我覺得要 基本上是 很個人 譬如抑鬱症的人 他要肯自己 走出來 走出來 但你叫他很難走出來 因為他都已經抑鬱了 走出來去 說給熟悉的朋友 他自己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很重要 其實都蠻有用的 因為 但當然 別人接收了你的故事 別人都會有負能量 會有的 會嘗試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 叫做 talking therapy talking therapy talking therapy 也有用的 就是一些言語治療 透過一些言語治療 只是思想 應該這樣說 應該不是思想 不是這麼簡單 應該是 是有些substant 甚至是 日本有個研究 是說是有些 叫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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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來的 是一種病毒 一種病毒你就拔不走 是不是 都很麻煩 他偶爾會有辦法 所以 反而是抵抗力的 可能最終跟抵抗力有關 但 現在你對醫療症 普遍來說 其實人們都是吃抗醫療 可能是血清素 其實都 有分不同的程度 輕微至嚴重 看似乎那個病情 我覺得身邊的人的聆聽 如果你說 你不能夠說 很into 那件事 你自己也有生活 你不能夠說 全程去幫他們 全程去幫他們 幫不了 因為他拔不走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思維模式 不斷想 那件事 而那件事 又令到他不開心 不開心 沒有動力去做其他事情 是嗎 就是這樣 當然 他 現在 譬如 選擇這條路 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 無論如何都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 現在微辣 如何解決公關災難 是嗎 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人是很慘 我覺得一兩個月都不繼續 基本上 所以 有什麼意義呢 是不是呢 如果你這樣去做這件事 你想別人去銘記 你還是怎樣 是嗎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是嗎 就是 我覺得聖經都有些少少對 他不主張大家去尋找這條路 尋找你去 無緣無故解決自己的一條路 是嗎 就是這樣 除了我自己人生 我自己覺得 除了安樂 安樂這一種 我覺得是OK的 然後其他那些 其實我也不太認同 其實是 不要太認同 因為真的 我們香港也不少 那時候19年也不少 很多人跳下來 梁寧傑那單是第一單 其實我自己到金鐵來說 都不主張 不主張 因為你之後會連鎖反應 你之後有些人會學的 對吧 那你譬如一個抗爭來說 又成這樣 你少一個人就少一個人 不會因為你少一個人 然後 厲害了 所以 其實不應該這樣做 那譬如這件事 就不是跟抗爭有關 不過是跟一個 他們的內部鬥爭 這個梅立的內部鬥爭 那這件事我當然還未確實 但應該都看到 很多人都在說 那 又有什麼 現在連登那邊有什麼 就是薇勒貝國區 然後 薇勒十周年有延期 因為他的台這麼大 他的言論是阻止不了 很多 越發越大 正反兩邊的言論都越發越大 我想都是負面居多 所以 譬如做這些社交媒體的人 其實本身要 他是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你預算要承受一個壓力 就是那些言論的壓力 你要知道哪些言論是適合你 哪些網絡言論是正常 哪些網絡言論是不正常 其實很容易翻 有些是專門搞咎你的 有些是專門搞咎你的 有些是專門搞咎你的言論 你可以踢走他們 我們做YouTuber比較簡單 我不講其他 其他台我不知道 我們原來 比較簡單 可以設定很多限制 例如你們留言 是吧 有些五毛想留言 他留不到你 留不到 他們班公 甚至國安 國安都有留言 國安都會在本台留言 甚至開過Facebook群組 他們自己自我留言 這些我管不了 例如我本台我就下閘 例如下限制 每個言論我都會去審查 去確保一些言論的問題 主要一些言論都會攻擊我 我又覺得 不是說很大事 為什麼呢 因為 19年去到有人坐牢 是不是 你那些網絡 言論欺凌 根本很屏幕 你現在坐牢 那些全部 裡面受到坐牢 兼網絡欺凌他們 那47位議員 又有誰幫呢 難道我們看著五毛留言 然後就 你拖牢 擋了他們 就算了 這個 就是要有理智去分析 這一點 因為政都可能很容易被感性引導了 就是會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些言論 其實理性去分析 就是 老套一點那些 有些事情是當事人才知道 你們拆掉它就行了 基本上 當然 當然這件事有人處理得不好 都是要去處理 我覺得最後多些聆聽 沒有事情好做 關不關心 那些事情就盡量 因為每個人都有生活 你關心就關心 如果不可以 聆聽也是一個很好用的方案 因為始終牽涉很多事情 例如我最近研究 例如夢有引力 其實是牽涉到人格的問題 即是人格的問題 假設如果一個人 純粹是一個普通研究 我自己一個覺得 如果他有一個人格 他不開心 經常哭 抑鬱人格 我媽媽也是這樣 有一個抑鬱人格 聰明的你可能會想到 有一個抑鬱人格 即是必然有一個開心人格 你說得對 就是道家所說的 胎光 一定是有一個超級陽光的人格 你只要找他出來的話 理論上抑鬱就弱到病除 如果我暫時說 我夢有引力 其實有時都是研究這些 雖然沒有人看 其實我也知道 但他大概是 明白那個難度 很高難度 你怎樣引起他那個開心人格 他已經很抑鬱 就是拿他的開心人格 覆蓋了他的抑鬱人格 中國抑鬱人格 完全 不可以消滅 打入一個懶功 或者潛意識 你打開一個人的心扉 每個人都會患鬱人格 大與小 開心與不開心 為什麼有些人沒事 有些人有事 因為 有些人把患鬱人格放得很大 把自己開心的人格 藏起來 那我們回答 不容易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向去想 我覺得 怎樣引起他的開心 總有一件事會令他開心 我覺得 純粹是一個想法 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 就是 微奈那邊要自己處理 人也不可以這麼容易做這件事 然後 我也不清楚 實質的情況 問題 大家也是 我想 關心身邊 自己 可以關心 你自己也要看能力 和抑鬱這些事情也要看能力 不是說 我想關心 走過去 你不知道什麼事 都要留神 你不知道抑鬱程度去到哪裏 你不知道怎樣處理 你作為朋友 你不可以去 去 去 勸他 吃藥 去看醫生 還有 他 因為症也有一個重點 我留下了 就是不能夠 被他接觸任何一些 負面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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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每一個負面的詞 他會想得很大 這是我認知的世界裏 我知道的 就是不要讓他看到負面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關鍵 盡量讓他拿走負面的東西 但人生是很難看到負面的東西 所以最終他自己要跳過這個難關 他自己要去克服那種 人生的 no perfect 的人生 每個人都是經歷到no perfect 的人生 除非你是神 所以我只能夠說這件事 軟式 因為我不是局內者 我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誤會 那個女子當然有一個說法 裡面的當事人的說法 又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 哪個真 哪個假 但他死了是真的 這個女子死了 應該是真的 不主張 真的不主張 就是這樣 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